哈囉 你好 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好久不見的新電報 2024的第一篇 廢話不多說 開篇我們就來個猛的 首先第一款催眠卡牌 今年1月19號發出的新品 目前是不到百篇的82% 極度好評 原價102 上價84折優惠 現在只要86 價差16塊 我是已經買回來玩玩看了 沒錯 所有出場角色 都年滿18歲 你扮演的就是你自己 30歲了還依然是處男 沒有啦 不攻擊不攻擊 你們扮演我啦 我就是那個30歲的處男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但是家裡的爸爸 祭母 祭妹都不在家 注意囉 祭母 祭妹 不過先不用擔心 你現在在意的是 女僕咖啡廳的 貓娘女僕 奶奶獎 就在你準備 依靠幻想奶奶獎 來決意死戰的時候 一張催眠卡牌 就出現在你的眼前 還會說話呢 因為我 你們扮演我嘛 因為我 到了30歲 還是個處男 所以轉職成了 催眠系魔法師 現在 我只要拿著這張牌 到處給別人看 就可以無視別人的意願 直接跟他來一場打牌的對決 沒錯 就跟遊戲王他們差不多 事不宜遲 我立馬出去找奶奶獎 測試我的新玩具 嘖 真的是打牌啊 我還以為是打錯字呢 標準認真的打牌系統 例如說你們看這個 螞蟻爬行 可以造成8點傷害 並且該部位獲得敏感兩回合 敏感你可以當它做是 異傷 就是增加傷害用的 這些特效 就特別適合和 靈敏打擊一起使用 這張靈費4攻 可是只能針對敏感部位動手 我現在是泛懶 懶得弄一堆馬賽克 遊戲有DLC要裝 裝之前我覺得遊戲的基礎還行 裝之後我發現沒裝不能玩 有很大部分的卡牌名稱 圖示 說明 甚至特效都可能不同 例如說遊戲中所有傷害 都改成叫愉悅 這樣就跟敏感搭得上了 合理多了 靈敏打擊變成了敏感輕觸 只有敏感才可以造成愉悅 也很合理 那我就覺得說明明頭部 上半身下半身 共用一條血量 分三個點去做敏感 是有創意 但是應用的太少 只有少部分的卡牌 在三處敏感的時候才用得上 後來才知道 原來不同的牌 打在不同的部位會怎麼樣 有不同的動畫 啊 這樣就對了嘛 而且那些動畫 也不會說硬要眼 閃一下 一絲一絲 你的攻擊牌 也是有分用手 還是拿武器 那奶奶講 有時候會針對某一項做限制 男生有男生的牌組 女生也有女生的手法 寫在卡牌上 遊戲要說好玩的話 直說了 就沒有到好玩 要說好用的話 我覺得用起來 也是有點勉強 但是還是蠻推薦買來玩 設計上挺有意思的 新game爆嘛 我是還沒有通關 但是不喜歡奶奶講的話 也想想 你還有個季妹 不喜歡季妹也沒有關係 要玩卡牌的話 讓我們隆重介紹今天的贊助商 心靈王 心靈王是一款全新的 國產雙人對戰的 極幻式卡牌遊戲 我們將從10種截然不同的種族中 挑選一個和對手進行戰鬥 每一場戰鬥 我們將組好20張的牌組 牌組將由你挑選的種族牌 和中立牌混搭而成 在戰鬥中 我們會有5條不同的戰線 讓兩軍對峙 雙方會輪流有 抽牌、防守、召喚、戰術 和結束5個階段 你可以在戰術階段對敵人進行攻擊 或是將你的生物移動到不同的戰線上 也可以在防守階段 施放法術來抵禦敵人的進攻 更可以在召喚階段犧牲單位 召喚出回天滅地的生物 該怎麼樣的取勝 取決於你對各種種族的理解 還有你對手牌的搭配 連斷地掌握 如果對這款獨特又創新的卡牌對戰遊戲有興趣 現在在折折上已經展開了集資活動 購買850方案A 會有主遊戲加一任一種族的擴充盒 還會有兩包隨機的卡包 價格1500的方案B 則會有主遊戲加五種種族的擴充盒 同時還有三包隨機卡包 一組隨機異圖閃卡包和可愛的周邊 那這次集資比較特別 不但隨機異圖閃卡包 是只送不賣的集資限定 而且還可以立即地拿到遊戲 不用等集資結束 讓你馬上開打 如果對遊戲的玩法和模式有疑慮 在1月25-28台北國際電玩展的展期內 心靈王也有自己的攤位 讓你實際玩玩看 製作者MIM本身就是遊戲的製作人和美術設計 對遊戲有高度的熱忱 且重視玩家的反饋 至今已經舉辦過數次的試玩會 調整遊戲的平衡和內容的發想 且在未來的線下比賽和種族更新 也有預定的排程 如果對這款畫風可愛的心靈王有興趣 別忘了點擊下方資訊欄查看更多詳情喔 第二款 超級偶像 這是玩喵Play喵發行的偶像經營養成遊戲 今年的1月23號發行 沒有意外的話就是今天了吧 因為一場車禍的意外 沒有人進入異世界 但是你和黃雨游兩個人變成孤兒 然後你跟妹妹兩個人就準備進入演藝圈 蛤 什麼邏輯 總之你是音樂製作人 準備要再陪偶像 一年六階段玩三年 總共18輪 中間有許多選擇 給有戀胸情節的妹妹好好鋪路 畢竟你這個有戀胸情節的哥哥 也不是白當的 你妹妹是一定要出事的 畢竟人家也是主角 還有兩個合音歌手 一個製作人 和其他人的歌手可以攻略 啊 演藝圈真好玩啊 第三款 黑道麻將 1月12號 由Otaku發行的麻將遊戲 上禮拜而已 上架沒有任何優惠 就有138 評價數量是不到50篇的 98好評 我說我是為了打麻將才買的 你們信嗎 你們不信 因為你們對我有偏見 不然你們說說 為什麼隔壁那個演藝學員 那麼香 我幹嘛不買 想不懂齁 就跟你們講我想打麻將嘛 我還真打了一個多小時的麻將 全部通關才想到 哭啊 我忘了打補丁 難怪什麼都沒有 重新裝好補丁之後 發現一堆事件都沒有打開 一定要每一關都輸過之後 才會有戰敗CG 還在那邊覺得很賭爛的時候 可然發現 首頁介面設定那邊 就已經有全開的設定了 總歸來說 我覺得圖確實是不錯啦 遊戲我也玩了一個多小時 打牌的有成蠻順 有時候你進牌了 或是有嘎到牌 女主會有很適合的音效出現 這個部分我覺得代入感不錯 沒有過多的語音 那些音效也確實是我們打牌會發出來的 超能力的部分也就那樣 每摸打一張牌會回一點MP 有個命運的指引 可以讓你高機率 幾乎是必定進牌了 靠著這一個上手作弊 輕鬆打東拳遊戲 那我是覺得看圖喜不喜歡 麻將的部分就那樣 但是真要說的話 整體還行 第四款 Love and Life Lucky Teacher 這款原本是1月19號要上的 不知道為什麼延後了 他們之前的系列作品 像是Love and Raw 還有Hero by Chance 都還不錯 就真的是還不錯而已 就是75-85%那種飄飄的品質 那這一次 他們做的有點類似 同級生那種戀愛冒險 這個世界有個69II病毒 導致全世界顯入金融危機 原本有不錯工作的你 只好跑到鄉下小鎮裡面 當老師 嗨呀 當老師就有當老師的腳本要走 你們也是知道的 尤其當秘書是個黑肉 校長是個精把劇毒 又開朗的上司 班上同學 又都活蹦亂跳 胸前的扣子都扣不起來 良好發育的美少女 我們都是讀書的人 這個套路 該怎麼走 真的是不用讀過很多文獻 也知道個七七八八 他們家的遊戲 都還挺認真做的 玩法上也差不多那樣 主要有核心劇情在走 平常有時間的時候讓你分配 看是要觸發事件還是要賺錢 透過事件選項來增加你的能力 和彼此的好感度 賺錢可以提升你的裝備 或是開啟一些事件 大概就是那樣 類似玩法的 還有一隻我蠻在意的 無敵職業的我與100個女友 剛好這隻也是原本1月12 不知道為什麼延期了 這一款看它的美術風格 我就蠻喜歡 可能我本來就對這種 漫畫格的動畫呈現 特別喜歡 像是蜘蛛人 廖天丁 每次看到心裡都是有加分 還有它對皮膚肌肉的一些線條 光澤也是我注意的點 我知道這種筆觸 看起來跟AI畫得很接近 所以 我覺得我是個幸福的孩子 剛好有喜歡上 只要不要用的太誇張 都不修 善用還是蠻不錯的 遊戲畫面比Live and Live 更精緻了一些 不論是立繪還是遊戲實際在玩的畫面 色調看起來舒服的很多 整體的遊戲感感覺蠻好的 希望到時候出的會是一隻不錯的黑馬 好了好了夠了 5隻我覺得差不多了 第6隻 幻獸帕魯 帕魯 1月19號發售的 開放世界工藝建造生物收集遊戲 這隻很不得了 我印象在發售之前 賴群就有不少人在討論 發售第一天就有破萬篇的評價 而且好評比還不低 目前解考是第三天 已經將近有4萬篇的93%極度好評 原本還在想說最近要出的物鎖王國 可能會是最近這種工藝建造遊戲的 新黑馬 天花板 沒想到 融合了多種不同遊戲元素的幻獸帕魯 可以先遲得點 我對遊戲的理解還不多 但是人家做出這張圖 多多少少可以說明一點狀況 不過老話一句 這些遊戲要素就如同佐料一樣 大家都可以拿這些佐料炒菜 拼湊出一款好遊戲 只要這些佐料 彼此之間可以融合 而幻獸帕魯 感覺就是一款融合得不錯的遊戲 本來我是沒有想要玩的 但是最近真的太紅 甚至整個Twitch實況主列表打開來看 就是一整排的Power World 現在要玩的話 甚至是不用買 在XGP訂閱服務上面就可以玩得到 不過XGP是否可以跟其他版本連線 還不清楚 希望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提供一下 第七款 女神藝文錄3 Reload 這款是今年的2月2號才發行的遊戲 目前還玩不到 同樣是XGP上面可以用訂閱字免費遊玩 先前本來有個可以提前試玩的機會 可惜最近大作太多 可以提前試玩的遊戲中沒有選上他 這款就是當初女神藝文錄3的重製版 但是多了一些人性化 現代化的更新設計 故事在說 人一天其實不是只有24小時 如果你是天選之人 在過了晚上12點之後 就會進入影時間 也就是多出來的時間 你操控的是主角 主角是天選之人 平時就是過過自己的生活 白天上課把妹 晚上的時間就是去爬爬塔 闖闖副本 走走迷宮打打怪 感覺上一些遊戲從事的方向 美術設計跟貼近P5了一點 那接著幾款XGP上架 我覺得就先快速帶過 例如只有76%大多好評的 超級棒球 Super Mega Baseball 4 還有雖然有破萬篇 8078好評 但是也沒有在玩的賽車遊戲 F1 23 2022年的像素風格動作 角色扮演遊戲 阿努查德 以及主打真實二戰 百人開放式戰鬥的設計遊戲 集火地獄 評價其實也不太好的 潛行驚悚恐怖遊戲 殘存之人 這些我們都大概知道就好 少數幸運兒 We Happy Few 本來也是想超早帶過的 但是他英倫60年代 反烏托邦的世界觀 背景蠻有趣 稍微講一下 他是在說這個世界 是一個復古的未來之城 在這座城市裡面 大家都會乖乖的服用一種叫做 Joy的快樂藥物 你可能是覺醒了 或是怎麼樣 就不想繼續服用 但是身邊所有的人 如果發現你不對勁 或是發現你沒有服用 就會開始對你起疑心 甚至跟你反目成仇 攻擊你 屬於開放世界的動作冒險生存遊戲 是要顧及飢餓 口渴 睡眠的那種生存 比較硬核 也是需要收集食譜 撿東西製作的開放世界 雖然評價不到80% 但是大家的反應都是劇情很有意思 另外一款 BOOTITLE 我已經真的是介紹過太多次 只要你喜歡玩 幸存者類型的遊戲 這一支也有高機率會喜歡 算是這類型遊戲有做出東西 做出差別來的佼佼者 就算你從來沒有玩過 幸存者類型也沒關係 連下載和第一場的時間 空個10分鐘玩玩看 下載快速 上手簡單 成癮性也恰到好處 我之前有做1A版的影片 右上角資訊卡可以參考一下 Figman 是音樂劇的動作剪謎冒險遊戲 我一代沒有玩過 直接玩二代的 真的是蠻不錯 推薦玩的時候 可以帶著耳機玩 音樂劇遊戲 不仔細聽他的音樂 真的是太浪費了 無精男孩搶一行 這個我有玩他的一代 一代好像叫做大頭菜逃稅記 就是一個角色很可愛 故事很可愛的角色扮演 二代好像更注重動作和輕版射擊的部分 因為不是很主流 所以購買的人比較少 但是一代二代的評價表現都很好 我先前也有做過一支影片 也是右上角資訊卡可以參考一下 第三個可以參考資訊卡的是 刺客教條 維京紀元 育必眾多3A年獲的其中一款 這個有名道 我覺得不用花太多時間介紹他 我自己對於起源 奧德賽和維京紀元 都是比較喜歡的 但是不喜歡的人 也是大有人在 只有71%的大多好評成績 如果你已經有玩過其他四顆作品 那喜不喜歡 你心裡知道 那如果你都沒有玩過 直接玩維京紀元 自己感受看看 也可以 畢竟沒有玩過太多玉璧遊戲的話 玉璧遊戲還是蠻好玩的 那另外有一支新品 晉級的機甲球 這個可能玩的機率還比較大一點 畢竟是一款雙搖桿 輕盤涉及的Rogelike類型遊戲 但是目前除了移動的時候 會變成一顆機甲球以外 也分不太出來 整體還有什麼其他的特色 最後一支重要的 是惡靈古堡2重製版 雖然是老遊戲了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玩過 你純夏秋冬特價 也都還沒有買過這一款 幾乎要10萬篇的 96%壓倒性好評 總是該摸兩把的 優秀的遊戲設計 現代化精美的視覺美術 和3D建模 可攻你穿脫的男女主角 等等 XGP這個可不可以改模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印象卡普空系列的模組安裝 有專門的程式輔助 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也沒有測試過 我也不知道 之前把惡靈古堡的Ashley 給拖下來看了 結果卡普空 就把我的影片給拖下去斬了 拿了個紅標 大家想要搞點什麼東西的話 建議還是在自己電腦搞搞就好了 別拿出來張揚 他們有他們的底線 這一個我是覺得給尊重 最近也有其他魔物獵人的頻道出事了 自己小心一點比較好 好啦 那這一期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一邊 幫我按個讚啦 一兩秒而已 有用的 另外 如果對桌遊 卡牌遊戲有興趣 也別忘了電話站的時候 去新年玩的攤位框框喔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